两周一次的大专家的报告现在就开始了 今天给我们报告的是罗志全老师 罗志全老师是国际著名的大数据与应用的科学家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士 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的副校长 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这个实际上甚至是投入很大的科学动力和财经动力 罗老师1984年获得北京大学授学的学位 99年获得麻生理工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 那么他是好多个fellow 我就不一念了好几个fellow 在这里面他最重要还是 那个triplee signal possession的期刊的这个主编 到了2012到2014 那么他的学术成果呢 包括无线通信的收发机优化设计 最优的鲁棒 波速成型设计 动态频谱管理 这是他很很很大的一个贡献 相关论文呢被triplee呢权威学术机构呢 七次被评为这个最佳论文奖 年度最佳论文奖 由于在优化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 10年呢被美国运筹和管理科学学会 受于FACAS是吧 FACAS奖吧 2010年被美国 这个2018年被国际数学优化学会 受于这个叫陈奖纪念奖是吧 和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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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 我就说老实话还是很大的奖 那么这是罗老公圈最重要的呢 他是被评为这个 这个华为的2020年被评为华为的 E-Lab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主任 那么挑战了国际网络效能最大化的难题 他主持研发的5G网络优化 在这个上面呢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贡献 共数万个工程师在全球多个网络中 应用提升网络的平均效率15% 能耗下降了10% 这个上次我跟那个罗老师交流上 我感到很精湛 确实罗老师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么在这里面他领导的5G网络体验最优化的技术 这个创新团队的荣获2020年创新与技术突破奖 华为公司应该是科学最高奖了 这是他的这个这个特点 那么今天的报告呢 直呼大家这个关注的事情 是5G网络性能的模型和优化方法 这是个通用的方法 所以对我们做研究的各个方面 都能带来很大的作用 下面呢我们把讲坛呢交给罗老师 请罗老师给我们做报告 大家欢迎 谢谢 谢谢戴老师 非常感谢这个戴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能有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个我们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进展 很高兴这次 这个特殊的方式在线上跟大家见面 这是新的通讯技术 使能化了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交流的这个效力吧 其实我刚刚像戴院士说的 我是学数学出生的 然后我呢学的是应用数学 在关注的是数 信息科学里面的应用数学问题 主要是研究这个方向的 所以我是在两个领域 我又我开会啊发表文章啊 我的朋友啊学术界的朋友 都是在应用数学界 特别是算法设计这方面 和这个通讯信号处理 这里面这个领域 这两个领域呢 这些我的朋友比较多一些 所以呢 这个今天呢我就想 上次跟戴院士沟通的时候 他说你来分享一下 你个人的一些学术一些经历和经验 一些体会我想这次就是特别感谢 戴院士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晚上做一个轻松的交流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目的 好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好吧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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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好大家能看见了是吧 好那我 那你诺老师 哎好 谢谢戴院士 我的讲呢 就是讲一下这个应用数学和通讯网络技术 特别是在5G网络性能模型的 优化方法 建模这些方面 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这主要是三方面 首先我轻松的跟大家 回顾一下我自己的个人一些体会 就应用数学和无线通讯这方面 我自己做研究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有些是比较惨痛的经历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再讲一下 这个我回国以后的一些研究过 特别是5G网络化这些现状 一些挑战 然后这些最后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今天晚上呢 也是就是初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华为自己内部说 这个东西这个方向 希望还能研究20年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部分我想讲讲这个应用数学 无线通讯这方面的一些交叉学科 实际上我是觉得 我首先从工业应用数学开始讲起 什么叫做工业应用数学 其实在国际上有个叫做一个学会 叫工业应用数学学会 叫SIAM Society of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简称就是SIAM 这是应用数学全世界最高的一个 最有权威的一个学会 这个其实工业应用数学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数学家X X可以是工程物流啊 物理啊经济啊生物啊都可以 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 就是跨学学科的研究 主要是这么 用两种方法来介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一个是你先学数学 然后再这个学应用的一个学科 比如说学工程 我是走这条路 我是从先学了数学以后 才慢慢的摸索信息科学 这个跟这个方面结合 还有一些同事 我其实在做通讯界 在信号处理界 我也认识不少是清华工科毕业的 他们都说 罗老师你的走的路跟我们是完全是反方向 我们在这儿就是握手了 就在这个领域 就是大家都关注同类问题 就是一个是工科背景 学的本科 然后再慢慢接触数学 做到这个里面的一些 数学方面的一些挑战 一些问题 所以是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是工科方面的就是问题导向 去学工科的这个就是专注问题 学数学的话主要是理论 就是方法算法方面导向 其实这两个方法 我觉得没有说谁优谁略 我个人是从学数学 这个开始走起的 然后走到这个两个学科的 其实兼顾两个学科的这么发展 这么走过来的 然后如何解决这个工业应用数学里面的问题呢 怎么做这个研究呢 我觉得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这个工业界里面的问题 然后当然也要有数学的内容 不是所有的工业界问题都有数学内容的 所以这方面呢首先要三方面的一些能力 一个是domain knowledge 就是application domain knowledge 这方面呢就是我是因为没有 我没有上过一门正儿八经上过任何一门工程的课 我都是一路都是学的是数学算法这方面的 我在MIT实际上也是学的算法 其实对当时对算法复杂性 计算复杂性 通讯复杂性这方面 包括跟姚齐志先生 那个做的那个研究方向 其实我的一些文章博士论文 都是在比论计算机最高的会议叫FOX 还有STOCK那种会议上发表的 我就是要结合这个应用domain knowledge 就是我后来就是慢慢的读一些书 参加一些课程上这个课 通过在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 assistant professor在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这样的话我就必须要上工程的课 也要教算法 教系语员 教这个通信信号处理 这个时候才慢慢学的 自己通过上课来学这些知识 然后跟别的导师一起 同事一起指导学生博士后 参加一些工程和数学的各种会议 通过这方面来补充自己的知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合作方 如果是从数学出身的话 要找一个很好的一个同事 他这个同事呢 最好是能对数学有一点兴趣的 不能是完全工程的 他对这个做实验的 他有一点兴趣的没有 而且没有一些数学的背景 也很难谈起来 有个很好的合作方 我觉得非常重要 特别你在公司 你要到华为到腾讯 去找合作方的话 你要找一个 有一些数学背景 就是能谈得起来的 另外呢 这个要有耐心 就是说要脸皮厚 就是不懂都不懂 然后就不耻下问 要学会使用工程语言 然后谨慎的选择建模的问题 因为很多工程问题 它不一定就是最后是数学有数学 是数学的一个问题 其实要有那个直觉 就这个问题可能要用 是要数学方法来解决的 再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在 你要做了这个应用数学的话 工业数学 一定要在顶级的 这个工程领域的杂志上去发表 要不然的话 人家工程语的同事 不会承认你的 其实我回来以后 我说华为那些同事 为什么找到我 他说我们早就在关注你的文章 就在工程领域里面的一些文章 所以呢通过这个呢 实际上也是 接触了一些学术界的这个朋友嘛 就工程语的朋友 通过这个发表这个顶级期刊的杂志 发表这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积累吧 做这个应用数学呢 和供应用数学啊 它主要的目的是两个 一个是要根本的是要解决问题 解决工业界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数学的内容 是个数学性质的问题 等一下我可以分享一些例子 比如说做5G网络 这个里面的优化的一些问题 再一个是要从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发展出一些理论 一些方法 一些有些共识性的问题 所以呢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是要跟工业界合作 要拿到数据 要帮助建模提出问题 了解它的痛点是哪儿 既然模型完了以后 求解了以后 然后还要做敏感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 然后又 iterative multiple times to get the right kind of solution 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做这个方面研究 最好是要问题求解和理论 推导的同步进行 因为为什么呢 你解决工业问题 你可以展示数学的力量 工程师 你读的梵音川的数学 你可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读的是吉米多维奇 什么菲克金格尔茨的维奇分教程 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学的就是数学要比你深一些 我的数学经验要比你丰富一些 我建模能力就比你强一些 我就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获得新的洞察 激发新的灵感 解决工业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要解决实际的问题 再一个通过解决这个问题 也可以推导新的理论 新的数学方法也有帮助 因为可以得出一些高度抽象的 概括性的结果 然后产生更多新的模型 在新的应用里面 可以得到应用 同时也从这个里也可以理会到 更加深切的理会到数学的美 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在解这个工程 你提出的数学模型算法 有的时候在工程里面 工程界它也不一定马上能用上 其实因为你的复杂度太高了 但是实际上 这种复杂度高的算法和模型 对工程界也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 就这种算法 它可以给出了 这个性能的指标的上界 就是说你 就是所有的算 你不能在工程界 真正的实现 这种来拿来真的来用 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上界 就是说工程师实际上是很聪明的 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程师 它可以把一个理论的很复杂的算法 它简化 用1%的计算 计算复杂度 能够达到90% 它这个 你的这个自由解的这个效率 那我觉得就可以了 实际上是给工程也是一个指导 就即使你的算法太复杂 没法在工程界实践 实现 同时这个实际上也是很有用的一个借鉴 指导工程的实践 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再一个是我想 因为我这里 我看见那个我还有我的北大的同学好像也在这里 在听我的这个报告 这个好久也没见到他们了 这些挺开心的 他们来听我的做这个报告 其实做纯数学 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认为做应用数学 这么一个研究方法 而纯数学是基本是猜想来决定的 就是数学里面很多猜想 做纯数学的 包括我的同学 都是纯数学的 他们都是解决猜想 这个这是两种不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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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ivation 其实再一个呢 就是你做的好还是不好 在应用数学 工业数学 你用实验结果 验证才能 它的这个有效性 这个跟纯数学也是不一样 再一个是你需要工程方面的思维 这个 这也是非常重要 你没有这个直觉的话 没有这个思维 这个 这个 你没法跟工程师交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呢 我见到了很多理论数学 做纯数学的一些 一些数学家 他们 他态度对应用数学 对工程应用的 经常的态度是说 哦 你这个问题很容易啊 就是我这个问题的一个 special case 其实 他讲这个话 也是 也许是对的 也是很容易 但是 他不解决问题啊 so what what's next what's your solution 是吧 你这个 就是他这个 做理论数学 容易希望 找最一般的一个数学模型 而不是来专注 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这是 这是一个区别 另外呢 就是做纯数学的 喜欢把一个简单的问题 其实不用搞那么复杂 他不用放到无穷为空间 他一定要把它喜欢 做到一个比较复杂的 而且还有些同事呢 喜欢抓牛 我认为是抓牛角尖 就是那个 零概率的事件 他对那个事件 很感激 就是说 就是说 基本上没有 就是 in engineering doesn't really matter this kind of special instances 但是做纯数学的 往往的这个 还是特别有兴趣 再一个呢 就是我碰到的一些 做这个纯理论的一些人 他们就喜欢 他就说 如果这个问题是很难 他们就避开了 他就就是 thi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 cannot handle it 他就walk away 但是你真正要解决 工程问题 你不管问题难 你比如证明这个问题 是个NPR的问题 你不能躲开 你还是要解啊 想办法解 如果解不到全局之余 你解个近视最佑吧 有限的这个计算复杂度 情况下 所以呢 这也是这个思维 和这个态度的一些区别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做这方面的 因为我在两个领域 同时在信息科学 和这个英文数学里面 两个领域在工作 所以呢 刚开始也是很有挑战 之前没有任何工程的背景 前两三年 我第一份工作在加拿大 就是我连简单的这个 复列变换算法 我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么功力 什么就是功力谱密度 Power Spectral Density 这种简单的concept No idea Filters 滤波器 Digital Communication Have No Idea 但是我就开始上 就拿本书看 然后就开始骄傲 我就是 就是硬着头臂上 然后通过这个来学 然后同时也指导了一些 刚好我一个同事 去加拿大 去香港做Supportical Leave 然后他的整个 Entire Team of students and postdocs 我就拿 我就来supervise 这个 完了以后呢 就学习了一些工程的语言 当时也闹了很多笑话 比如说什么两个信号 在无线信号 它就混在一起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混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分开 我觉得就是 你接你 你接受你的 我接受我的 为什么会有干扰呢 所以基本的概念都没有 当时也是 It's kind of stupid But that's okay 就是脸皮厚嘛 反正慢慢学 然后就过都过了 然后同时呢 我的同事给我一些数据 他说 我这个很难的一个优化问题 你不是专家吗 你帮我优化一下 我拼命跟他优化 优化到这个 10的这个 负15次方 这个东西 最后他说 你怎么搞得这么精确 我的数据 进来的都是 10的负1次方的 这个噪声都在里面 你没有必要这么优化 所以说 就是有很多这种 这种挫折吧 刚开始 但是我在 我一直坚持在 这个电子工程系里面工作 就是跟同学一起 跟同事一起学习 然后学习他们的一些 工程的语言 和一些重要的应用 同时呢 后来几年以后 就可以是跟同学 在各个工程部门 跟他们同事啊 参观企业 然后一起去做一些 工业界的项目 但是那个时候 也是听不懂 他们说什么东西 然后慢慢也是不得要领 后来慢慢就跟同事 一起发表一些工程 期刊的一些论文 这次 就是通过那个 我的一个同事 不是去香港做 这个他叫Max Wong 他的整体 20多个学生 还有十几个 这还有一些Postdoc 这样的我来一个人来带 带他们 我就一个一个学 他们每个博士生做什么东西 最后我都把优化的这个元素都加进去了 最后 其实那几年 实际上是在我 我把一些线 比较先进的优化的一些算法 因为工程师那个时候 就是在那个时候90年代 大部分用的都是一些T度下降啊 牛顿算法 比较经典的 其实优化算法 其实在80年代 在90年代 有非常飞速的这个质的变化 现代的优化方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可以解 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 现在都可以用现代的高效的优化算法来 来突优化算法来解的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引入到信号处理 通讯这方面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加拿大一个团队 是比较早的 在这方面 这国际上也算比较早的 同时也跟企业界合作 后来就 慢慢的这个学术界 就慢慢非常关注这个领域 最后还 还甚至 这个我去开会的时候 人家问我工程的同事 我在开工程的会 你就认为 你是不是学数学出生的 然后我在这个 应用数学的会的话 人家的同事 有的就朋友就说 你是不是学工程出生的 到那个时候 特别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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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处理 杂志 请我做主编的时候 我就觉得 也许我真的是转型成功了 我就这个两个领域都接受我了 现阶段呢 我就可以 完全可以很自如的跟工程师交流 懂得他们的语言 可以帮他们建模 把他们数据拿来 然后 这个很快就可能上手 但是我还是要小心的 选择我的问题 因为有的问题 并不是很多数学的 但是我有这个直觉 我一摸我就知道 这里面有多少 这个水大概有多深 数学有多难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下面呢 我看有人要提问 这个 我 我等一下 最后再回答问题 行吗 这个 我先把这个 先讲完 这个 这样 那个 第二部分呢 我就想讲一下 这个优化和无线通讯 这主要是跟一些没有通讯的这个背景的一些 一些同事啊 稍微说一下啊 这方面 优化呢 实际上是一个数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学工具吧 然后在这个在工程在各个领域在这个经济啊 顾流啊工程啊都有很大的应用 今天呢我想关注的是通讯系统这个这个领域啊这个实际上优化技术因为它的重要用途啊在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工程系里面都有专门做研究这个优化技术的专家在里面啊在各个各个各个工程工程院 就工程的系里面啊而且很多国际会有专门的special sessions 然后期刊呢各个主流期刊都有special topics这样的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上面的技术 我今天讲的呢主要是优化技术在无线通讯里面的应用 这无线通讯呢我想就是我花了两分一分钟我就讲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点到点的通讯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我要送一个sender 要送一个x signal他收到的通过一个channel他的简单的数学模型就是这么一个x是我想送过去的y是这个这个这个是收到的 然后有这个高四照声啊这样的然后多天线的他的对这个系统点到点的一个link的这个级别的这个通讯系统 因为有噪声嘛就有可能发错然后他就有一套理论你最每秒最快的话送多少可以得到这个多少比特的信息 这个是相农的信息论已经刻画清楚了完全的这个讲清楚了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一个优化问题这个这个capacity computation 实际上也是个tool的一个优化问题啊 其实如果有达到上线了以后我要工程上我要实现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数学方法来实现 那我就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可以做预编码因为信道不同的信道不同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这个根据这个信道h通过训练这个训练的sequence learn what the channel is approximately 然后就做一个预编码矩阵对这个s做预编码然后cancel out 就基本上是要undo the channel channel给你的话做一个平均的做一个线性的这个mixture 然后把它去掉这个这个东西通过这个方法来算他的得到他的optimal precode 这也是个优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个tool的优化问题 这是预编码的一个技术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signal to interference 就是signal to interference plus noise ratio 这里面呢就是如果是单链接的话就是没有这个interference 它就是signal to noise ratio 就性造笔然后一个性干造笔 性干造笔吧就是干扰嘛signal to interference plus noise ratio 这个收到的他收到的一个第1个用户 因为多用户的话就多用户之间他就干扰了 这个时候他不光收到他自己想要收到的信号就是蓝色的 还有一大堆其他用户同时在传输的一些信号 这个是多用户的是比较难的 单用户这个完全已经解决了 现在这个计算能力都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这个这个这个极限了 但是在多用户这个问题还非常严重 就是特别在网络层级 还有我们还没有好的方法好的理论来做这个事情 大概主要是想介绍这么一个基础 好 那剩下的时间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我回国以来因为回国前呢主要是关注一些学术方面的一些工作 理论方面在工程 特别信息科学里面的一些应用也是相对比较理论一些 回国以来呢主要是干注一些企业界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应用的问题 特别是5G网络的这个一些问题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这方面的一些实践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国家 特别是这个中兴啊华为啊他们我们的5G的基站的技术 全球领先大概一年半到两年这个水平 但是 这种领先没有在网络上实现就是基站的技术 单基站在实验室测 现在很好领先一年半 但是在网络上一连起来以后 他们网络就是华为舰的网和诺基亚或爱立星舰的网 拉不开区别 为什么呢 原因是每一台基站都有几百个上千个参数 这些参数每个参数都有几十个可选值有个基准值 在实验室测都是测基准值 测的都挺好很好 但是如果这些参数在线网上一连上 你还用基准值的话 你的效率就发挥不出来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的参数必须要通跟通讯的场景 跟他通讯的环境 比如说一个楼啊一个路啊一个湖啊 然后是单行道还是双行道 跟流量的分布 这个要是强相关的 你这个配不好的话 你这个网络的性能 你深圳的网和这个北京的网 那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所以说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能力 这个这个网络的这个设备的能力 在这个网络层面发挥出来 必须要把这个参数调好 这就变成一个数学问题了 要数学建模要调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个里面很 现在问题传统的方法 就是通过这个散点图啊 路测啊 就是搞一个区域 简单是这个一个区域 在一个比如说在深圳市 我找一个大概四平方公里 或者十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 来这个来回的开着车 这个每小时三十公里这个路 固定的路线 来回的测 每一秒钟打一个点 得到它的这个这个 因为它测的整个的这个数据 实际上是抖动的 你一个手机放在一个固定位置 得到的这个这个测到它的损失率 还有实验等等各种的这个指标 还有性干造比啊 这个那个Sinner和这个RSRP 这它这个都是抖动的 都是些随机的 然后不同的时间推移 它也是在抖动的 所以这个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你你这个用传统的方法 就是基本上就路测 然后画现行回顾画散点图 这种方式917的模式 他们说是非常辛苦的 就9点到1点晚上1点 然后每天都是这么干 然后进行一轮调 在小范围里面调完了以后 在简单粗暴的就全市推广 就不管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模式 但是随着5G到来的话 这个占能这个密布的这个程度 极度还多天线 这个密度也增加了 这个时候传统的方法 已经不能维持了 华为实际上是有1500张网 在全世界布了 它自己认为达标了 达到优秀级别的只有两张网 其他的网大概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 七八十这种这种水平的 这个效力发挥出来 为了把这个效力发挥 它现在很尴尬 它挑战就是说 我怎么把我的基站 我一方面芯片被打压了 被这个打压了 我现在单基站要领先 领先一年半 过一年半的话 我不能用新的更好的芯片 我基站的技术都不能领先了 而且很尴尬的是 我现在即使领先 在网络上成绩 我还不能领先出来 所以它迫切需要有一个基于 就是不用传统甩开传统的 简单的这个散点图 线性回归这种模式 要一个在地化的一个优化的 基于AI大数据的一个解决方案 来解决这个破解这个问题 我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高性能的设备 不等于一个这个网络性能 整体的这个全优 实际上这个面对的是全球 有数千张这个网络 是个万亿级的一个产业空间 达到这个very good 这种这种这种级别的 不超过30% 要做这个华为它内部 它自己测算 每年它经过路测的成本 就是5亿美金 它维护1500张网 要做出这个这个东西来 然后它现在 原来这个这个模式 反复迭代 它再迭代也就迭代 10次20次 一个小的一个小的区域里面 这个这个 因为一搞一次的话 上一个星期啊 这样这样一下来的话 它不可能寻优 它这个找到这个很多的 那个参数组合的这个 这个这个配比嘛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迫切 需要解决的一个一个难题吧 它主要的挑战呢是 有三大挑战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大规模 超大规模的参数组合 这个实在 它你比如拿深圳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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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来说 它有差不多5万台的基站 5G的基站就5万台 还包括这个234G 那些基站放在一起 这个里面呢 你把参数各种组合 它因为它是非线性偶合的 一个一个小区跟一个小区 它是非线性偶合起来的 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参数调好了 一个调查了 它影响的是整个的网的性能 它是一个一个这个 偶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把这个组合数 乘起来的话 10的200万次方 200万个零啊 相比之下 围棋解围 下围棋那个解困 就10的100次方 这种可能性 这种不同的组合 所以这个 而且在这个这个 这个无线通讯里面 它这个这个 随机性非常强 所以呢 还跟这个下围棋不一样 挑战二呢 是现网挑战非常高的风险 千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你只能小范围 它就让小范围你试 然后完了 它就全全全全网推广 基本上现在是这个模式 现在我们迫切希望 这个这个 找出一些数学模型 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像谷歌破解这个围棋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啊 它是发展了AlphaGo的这个 AlphaGo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技术路线 我们要破解这个5G网络参数 巡优这个问题 也要走出一较类似的 全新的路线 来基于数学模型和理论 来做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在学术界 一直都是无人区 在网络层级 没有好的这个 可以用的这个数学模型 和特别是这个 在地化的一些数学 深圳的网 它数学模型 应该跟北京的网是不一样吗 你要把这个 它的在地化的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这个地图啊 一些这个公餐啊 等等这个通讯环境 你要这个通过数据来体现出来 通过你的模型体现出来 这个一直都没有 学术界没有拿到数据 也没法做这个事情 这是三大挑战 然后基于这些挑战呢 实际上华为也这个提出了这个 十大数学问题 变向数学界 这其中第六个问题就是啊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大规模这个通讯网络里面 参数寻优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就是 我回国是14年回国嘛 也是有几年了就是啊 我其实在回国之前就跟华为有很多的合作啊 他们也知道啊 我是学数学出身的 所以他们就主动 他说你回来太好了 我们这么一个非常难啃的骨头 你能不能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啊 接受了这个挑战 然后就这个啊 我华为也跟我们学校和深圳市大树 研究成立了这个未来网络系统的优化 创新实验室 也给我们很多经费 也给我们建设外场 在这边做一些实体的应用 我们现在通过几年的积累啊 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啊 这个就是一般的数学方面的一些 还有应用的啊 信号处理啊 通讯方面的一些文章 同时呢 我很高兴的就是我们成果已经在中国 荷兰 瑞士 德国等一些全球的5G的网络中 得到一些规模啊应用 支撑了多个应用商在5G性能 这个全球啊性能领先 在欧洲的第三方的这个P3测试 这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测试 然后是在西班牙啊 沃达峰吧 是啊 德电德国的德电 还有荷兰等5G网络排名是 都是第一 特别是在瑞士 还有一个在瑞士的话 他是这个在平谱资源和基站数明显小少于这个爱立性的情况下 5G性能还是还是第一 评比第一 这是也是我们这些技术也是做了一些啊 后面的一些支撑嘛 就对这个这个评比啊 这方面呢 我也是比较开心就是我们的学数学的数学模型真的还能做一点事儿 起点作用吧 然后在国内呢 一些大的运营商 也不太好提名字啊 就是因为华为啊 帮着这个管的这些网络啊 就用了我们这些技术以后呢 也是包揽了全全国评比的这个各个城市嘛 就前15名全部是华为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那些成果呢也得到华为那公司内部的一些要承认 刚刚啊 这个代言师也说了 我们得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创新技术突破奖 啊 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我们这个 好吧啊 啊 这是大概整个的一些粗粗的跟大家说一下工程的背景 具体的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啊 这个最新的啊 研究方面 我就稍微仔细跟大家讲一讲 你要破解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 我刚去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 我听了他工程师讲四天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数学 你先给我讲工程问题 你到底怎么做的 你有什么数据 你现在是为什么不满意 你的痛点在哪里 听了四天以后 我说 你这样搞 你10的200万次方的参数组合 你这么试的话 也就是试十轮 你谁也在线网上弄 你谁也没有这个本事 那十轮一下能猜到这个 这个 10的200万次方的组合里面的最优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建立一个网络层级的一个模拟 这个访证器 这个我叫做 我们最后一个请名叫 Simulated Realit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所以要等于是说要做一个现实网络 就要在地化的 因为在华为内部他们说 我访证器多了 为什么你还搞一个访证器 我也系统访证器 但是我说我这个是现实网络的 而就是统计模拟 因为我现在录册 我现在就是要解决你录册问题 我不希望我 一个是算法问题 要解决工程师算法的问题 他简单用散点图 但是最根本的 还是要解决他的这个数据的问题 要通过录册 你一组数据下去 要通过线网来录册得到数据 那怎么行呢 我希望能网络 就是我做一个网络的模拟器 它自动能产生数据 而且产生的数据跟你录册的数据 一样的 是什么叫一样呢 我不能是说我要求他 我这个名字叫做 我这个仿证器 就是这么一个仿证器 我不是要求他每一秒 每毫秒那个成绩 我会说每一秒 他得跟着录册数据完全对准 我要求对准的是 上次统计性质对准 因为最后调参 我是通过这个录册数据的统计性质 来调参的 我不是根据他损失的这个 信道的那个情况来调参的 所以我们最后建了一个数学模型 这个模型是根据数学的一些 经典的一些模型 和数据双驱动的一个 灰核建模模型 一个统计的信道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的他的 包括了几十个里面 有几十个数学子模型里面 他的根本的能力就是说 你给我一个网络的参数 任何下一个网络参数下去以后 我都能预测相应的网络的性能 比如说他的速率是多少 他的这个食言啊 这些东西 我要有能力预测 他的主幅小区 因为我改变一些 比如说天前的角度啊 这个或者功率啊 他的拓谱结构就变的 就拓谱结构在网络层次 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都很难继续优化 但是我用这个仿真器的话 我就可以预测 他的拓谱模型应该是怎么样 他主幅小区哪些三个点 是对应的新的主幅小区在哪里 这个东西 这个几十个数学模型连起来 这条路我们现在已经走通了 这个网络 而且可以预测准了 而且确实在各个局点 在国内和国外的各个局点 都已经得到了这个很好的印证 现在华为内部已经把这个作为 是定义成了一个华为网络层级的根技术 就像那个芯片和这个和这个 这个操作系统一样的 就是绕不开的 你在网络上要做任何的这个参数的调整 任何的这个 其实基站要发挥出效率 要验证它的效率 在线网上的效率 都要通过这个仿真器 要节能 都是要通过这个来做预测 你关断一个小区以后 关断一个频段以后 它对网络的整个的用户的体验的影响 都要通过这个网络层级的这个仿真器 srcon来进行预测 然后具体做这个仿真器里面用的是个 就是有几个技术的特点 你就一个就是实测数据 我们要用一些少量的实测数据 来驱动的多进的统计性建模技术 这个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通过一些MR的一些数据和一些 drive test 就实测数据 然后根据一些这个统计的一些 这个信道的模型 然后通过解决一个解一个这个 这个稀疏优化 一个优化 这是很大的规模的一个 这个三个点级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优化问题 解出来以后 使得我这个统计信道产生的这个数据啊 跟你录册的数据在统计性质上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希望我能 我这个统计性质一致什么意思呢 我就希望我计算机上能产生这个数据啊 跟你录册数据一样 我通过这个统计模型条 以后我就找到一些参数 设了一个参数以后 我就通过这些参数 通过的模型 我就可以产生数据了 产生数据得出来的统计性质 跟你录册的统计性质一致 就像扔钢盆一样 我不需要我每个钢盆 每次扔的是正面和反面 我没办法预测 但是我可以预测你是50%的概率 是正面和反面 这样就行了 我通过有50%这个数字的 我就计算机上可以自己生成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通过这的话我就可以产生数据了 然后产生数据呢 我还要跟其他的网络里面 其实我也好几十个子模型吧 我还要对这个基站来进行 因为基站的这个机理是非常复杂的 它内部是几百万行的代码 其实当时华为同事说 你为什么不拿几百万代码来 我们直接运行 那你想想看 5万多台这个基站 这个连的利息 我们每台里面几百万行代码 我们这个连起来 这个跑到什么时候 这怎么叫多少运力 运算能力啊 这个而且这个算出来的 完全不是我们需要的 它算出来是毫秒级 TTI级的那种信息 我们不需要 我们是希望网络层级的 大颗粒度的那些信息 平均速力啊 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 它的P10就是最差的速力 就是Bottom 10%的那个用户的速率 和Top 90%的那个速率 我要把这个大颗粒度 这种东西来进行了预测 这个方面呢 我们就最后就要简化这个 这个机牌 就是要把这个机理啊 就是基站的这个 在真实环境里面的一些机理 比如说放在深圳 放在我这个我们学校校园里面 这个楼上 它的真实的反应的机制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进行在实验室里面 我不想在线网上测嘛 我在实验室里面 进行通过模拟网络的信道流量分布 来把它导入到 通过我前面刚刚的说的那个SrCon 那个那个这个统计啊 网络信道产生的数据 然后跟那个流量分布啊等等吧 这些信息导入到一个信道模拟 然后这是一个线 这是一个真的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里面的一些一些图片 然后在实验室模拟 来个基站的真实反应 反应的这样的话 我就拿一个基站 放在这里 我就BBU在里 我把它的参数重新设置以后 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虚拟外场嘛 就等于说它空口呢 就是通过我这个信道模拟仪来 来这个来实现的 然后这都是这个直接拿这个电线这个 这个电缆这个直接这个连接的 就是这个不是空不是真正的这个这个在外面的空口 这个无线的通讯 但是我这个通过信道模拟 我可以模拟这个空口的这个效率啊 来来产生这个带有标签的这个特征的这个数据 我在实验室里产生大量的数据 我去在训练一个图生经网络啊 知道这个对于这个输入就是这些分布啊 这些参数得出来的就是我的这个rank的 mcs的值啊 还有这个comp的频谱效率啊 mimo的速率啊等等 我对这些东西都要进行建模 进行数学的预测 对干扰啊进行建模 都是通过这套这套系统来做的 这个东西已经打起来了 就是我们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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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道模拟 还是非常贵的上千万的一个一台 这个他的信道模拟还没有 他们的公司还说这个没有发生 没有人这么用过 我们在这个调这个过程中 还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这个buck 他们他说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用法 啊反正我就啊我就讲到这里吧 里面好多故事就是 第二部分呢 在下面就是做有了这个sr account 就是一个仿真器 做了这个网络成绩的仿真器以后呢 我就有这个能力预测 一组数据参数下去了以后 它相应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 我就摆脱了录册了 我就通过少量的录册建一个sr account 每一个城市我就以后 就下不同的参数进去就是了 就得到不同的这个他的网络仿真器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产生在网络上 在计算机上产生数据了 产生数据以后我就可以联系一个 优化算法来一起来巡优了 这个算法就是要代替工程师 那个就是代替录册 就是sr account代替录册 这边是代替这个最好的工程师 其实华为给我们提出要求 就是你要超过我的最好的工程师 就是说你要他 他要成立这个eLab的目的 就是说他说这个就是任正非 当时说的就是说他公开讲 就是要数学把我们和数学家的数学能力 和这个华为这个最好的网络工程师的工程能力 结合起来发生化学反应 成立一个谷歌军团 就他们叫内部叫谷歌军团 我后来我知道谷歌军团就是说 他的这个数学家和这个 就不是说是搞数学的吧 一大堆数学博士 还有这个这个工程这个域的专家 就是做成一个团队 像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是 可以全全球1500张网 我都任何网我都可以调到数据 然后一星期我就可以建模 数据完了以后下发这个指令 再一星期他就可以反馈回来 你这套方法验证一下 就两周就可以做一个iteration 所以我们这个段就是进展的非常快 就是说迭代的非常快 就是这个谷歌这个军团 他所谓的这个模式确实是非常高效 好吧我再说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 非图优化的大规模的网络参数寻优 这就是这里面就说了 这下面这一块呢就是srcon 就是这个网络的这个模式 我们比如说我调这个里面的这个 几个参数吧 就是这个比如说ssb pattern 还有下轻角方向角 发射功率等等 我优化的效这个频补效率 就是rank乘上mcs 这个东西我外面就是要有个数据算法 我现在中间有预测能力了 你给我一组参数 我就可以预测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各个三个点上 我都可以进行预测 包括它的数副小区的更换等等 我都可以预测 这样的话我就通过这个数据方法 整个这线路全部调出来 要解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网络这个参数 还有这个这个为数是巨大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几百万 几百万的这个参数 一个一个中等规模的程式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要要一个一个好的高效的算法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基于ADMM的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交替方向迭代成子法 这个采用舞蹈术 然后这个随机的下降的 坐标下降的一个方法 来解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基本上的思路 就是把一个大的问题分解成 相对独立的子问题 来进行并行纠结 这个里面我们先第一个试的就是 拿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个一个 这是银川的一个一个小的地方 就是要优化它的信号覆盖 新干燥比这两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指标 然后要调整它的这个RF参数 每个基站大概有三个四个参数 我们需要调就是天线角度 有两个一个水平角 一个下青角 还有发射功率 还有波数 这几个参数进行优化 我们把这个东西通过SrCon 这方面建模以后 然后对于用那个ADMM的这种算法 设计的达新规模的并行优化算法 在Spark上面进行实现 然后这实现以后 我们做到这个7000多个小区 在厦门 这里面的图的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红色的黄色的 这个就是说明它信号覆盖比较差 干扰比较强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通过优化 就只调那几个参数以后 得到的效果是右边这个效果 就绿色的就是说明它信号已经变好了 已经就是这个强度覆盖也好了 然后这个就是说明 我们这里面就是没有增加任何硬件设备 只是调它的一些参数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性能 这个它的覆盖 信号覆盖 它的干扰 这个Sinner的这个CDF值 明显的往右边偏了 就是说 就同时就是信号覆盖和这个RSRP和Sinner 都得到明显增加 在做这个过程中呢 要做这个ADMM 就是这就是跟应用数学有关了 我要设计一个算法 我就发现这个 这个 我看这个时间了 我已经时间 我就快速的过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做这个飞突就变成一个数学问题了 然后我就我就对这个数学问题感激 解这个飞突的一个数学问题嘛 就飞突的优化问题 这个一些现行约束 然后这个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在工程里面非常有用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 解这些问题要通过这些算法来解 然后呢 这个经典的算法实际上这个 你要把它就是要把它做成分布式的来做 因为你这个分布式呢 就会引入这些变缘呢 就会就会偶合在一起了 就是一个小区一个小区 它是偶合在一起 偶合在一起 通过一些线性的约束来进行 约束这些变缘 它每个小区自己的独立变缘 但是它实际上一个变缘呢 它是同一个变缘 它叫偶合在一起 就做一些线性约束 然后通过一些增广拉格朗日函数这个方法 拉格朗日这个成子法 实际上一个很简单 要解证超大规模的这个优化问题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原始对偶 这个在原始空间和对偶空间 分别做一阶梯度下降 这种方式 但是对增广拉格朗日函数那个 层子那个东西 就ADMM就是这种基本这个思路做出来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两个不长 一个α和c这两个不长 这里面要选择 这是很简单的迭代 因为最超大规模的话 你要做复杂的二阶的这个方法 根本没法算不动的 所以呢 但是这个方法呢 可惜在非凸的情况下 它是不收敛的 我们发现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解啊 这个工程问题 这是抖动的 所以呢我们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你抖动 在工程里面 就是学工的就知道 如果是有抖动 我们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能不能做一些平均 把这个抖动就可以平滑掉了 就做一个filter 就一个滤波啊 就是噪通嘛 不是滤波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本的想法就是 我就简单一点 就是把原来这个简单的 前两步都是简单的 但是我第三步 我之前做了一个 就做了一个这个滤波器 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IAR的一个滤波器 就是这个这么一个简单的指数的平均的这个滤波 这个当然我引进了一个新的边缘 然后这个滤波不是说简单的对X来进行滤波 我是边滤波边算边滤波边算 所以是滤波这个平滑呀 和这个算法迭代是偶合在一起 我不是简单的先把XY算完了以后 来最后把X来进行这个这个这个进行滤波 我是边滤波边算边滤波边算 这样的我们可以数学上证明 而且实验上也证明确实是收敛了 就在这样的 可以理论上可以证明 就是如果加这么简单一个 工程上一个简单的一个滤波的一个一个step 就可以解决这个抖动的问题 也就可以解决我要做的这个 超大规模空间的这个分布式求解的 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想讲太多了 这个里面还可以 这些当然我们可以发表 我们发表了不少理论文章 就是在优化的杂志里面 还有这个Nips这些会议上 我们推广到这个Mimax 对这个Machine Learning里面 也有做这个叫Gangs 就是Adversarial Networks 这个自动生成的那些训练 我们分析一些复杂性 这个这些我就不仔细讲了 然后最后一个例子呢 就是其实我还有两个例子 但愿是我是不是要停下来了 你再讲一个例子吧 好好好 我就两分钟三分钟 我快速的讲一下 这是一个就是那个5G这个非独立组网的B1 A2参数 其实我们调这些参数我们几百个参数 我片段最多我们调了不超过10个参数 就拿到了很多争议 就说明这里面呢 就是很多low hanging fruits 就是他就是因为没人做 所以你先进去做的话 你发现这里面很容易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不少争议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例子吧 就是4 5G协作 现在的网络5G还没有完全覆盖的很好 每个5G的网站基本上叫NSA主网 就是说它不是stand alone 它是要靠一个4G的基站帮助 你看这个蓝色的就是这个4G的基站 做它的锚点小区 5G的小区呢就是绿色的 一般它的小区比较小 因为它这个频率比较高嘛 它这个小区比较小一些 然后这个呢 这个衰点信号衰点强度快速度快 所以呢它这个里面要provide coverage的话 就要通过4G来做 然后4G和5G要继续协同了 就是它有两个参数这个基站里面 一个4G锚点基站 它有个参数叫B1参数 它是控制这个5G小区的添加 如果5G信号 这个大概这个一个用户啊 在这个地方这个用户 它测到的5G的信号强度 就是各种波数 它测到32个波数吧 这个这个 然后波数或者64 这个波数 它得到的这个长度高于B1 这个门线的话 它就把它这个用5G来传输了 它就把这个释放出来 哎你用5G吧 你跟它 你跟它用它这个这个基站 然后把它换到这个5G这边来 反之呢 如果是5G 它在用这边 用了用 比如说这个用了用了 它发现这个东西 它这个用户走到这儿来了 它发现这个5G的信号 已经低于某一个A2的参数以后 这个时候它叫5G 叫释放 把这个回到这个4G的锚点 就每一个小区 4G 5G和锚点小区 都有一个B1 A2参数 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参数 就是有的用户 你不知道是 我要预测好 这个用户在哪个地方 它是4G的好 还是5G的好 这个要通过我的这个 要不就录测出来 没有录测的话 那我就要通过SR account 我这个技术来预测出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然后就通过怎么样调这个 调这个B1 A2参数 这就对这个边缘用户 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 它有的时候应接在5G上面 它就为了 实际上是5G 它的速率还不入4G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应该退化了 退到4G上来 这个我通过这些 这些 因为它这个通信协议有些这个机制吧 有些这个判断 我们就进行这个数学建模 这个数学建模以后 变成了是一个线性的混合整数规划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 因为一些这个测楼这个数据啊 还有一些这个判断呢 是一些有些是概率的一些判断 所以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鲁棒性啊 还有这个chance constraint 这些问题 大概是一个大型的线性混合整数规划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 在欧洲的一个城市 这个我可以跟你说 这是瑞士的这个4,5G协同效果啊 这个边缘速率啊 提高15%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这个速率啊 这个就是比如说还 我们在其实还在这个成都啊 这个这个国内的一些城市啊 用了一些这种平均速率 还边缘速率的一些提升的问题 这个提升平均上行的速率 提升15% 其实工程师我们用我们这个之前啊 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数学的 就像下围棋 那根本看不起这个东西 你这个他说你我搞了十几二十年了 你为什么行啊 所以我们就说那你们先来 你先调再往上调 调了找个地方咱们试试 你调十轮二十轮调到你满一为止 然后我们再数学再上去 数学模型再上去 就在他调完了以后 我们还可以拿到15%的增益 其实他人工调只拿到了这个百分之三百分几的增益 我们这一下就再增加15% 然后在欧洲其他两个城市四五G 也拿到了这个百分之十六 十七的这种这种增益吧 我就下面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是一个用一个图的一个方法 然后那个减少这个PCI值的混淆的问题 这是在欧洲这个 这都是线网上得出来的一些数据 好我就讲这些的吧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占用大家这么多时间超时了 你不但没占用大家时间 你给大家上了一堂生物课 在国外的研究工作和国内都做了 那个看看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给那个罗老师提点什么问题啊 帮着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看有些问题 这个我要答 对还有提了好多问题 我看中间 罗老师也会在线上的一些朋友给你提问题 哈哈哈 对 是不是 那那个 罗老师 哎哎 牛老师好 对对你罗老师好 非常感谢哈 这个 这么精彩的报告 那我看了 我先看一下 能够在聊天里面 因为那个办公室的人把那个还没有给我 前面有几个问题 我觉得是比较开放性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80年代突兽化用什么算法啊 最近五年优化有什么新进展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哈 哦 刚才说你也有一个人问 你说每个基站有好几个参数 上千个参数 到底能不能举个例子 刚才我想你也已经举了这个例子了 啊 呃 还有一个人问这个sr.com 这个软件是开源吗 我我想不会是吧 不会不会开源 对对对 这是他核心进行的例 对还有说能把publication list 发一下吗 这个我想应该不是很难的 那时候我们再去 嗯 最后一个问题 我都觉得是不是挺好 就说 罗老师想问 智能通信相较于传统优化 有什么优势 复杂度如何比较 智能通讯和传统优化 是 嗯 可能是不是指了到了5G之后 这个通信变得更加智能了 然后 嗯 啊 这个然后它的复杂度 最智能通信这样的 比如说我都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哈 对5G这样的系统的优化和对 比如说4G或者3G这样的优化 因为5G必然是多了一些智能的因素 那这样的话复杂度会有很大的增加吗 大概我理解一下 是的 我是怎么 要不要这个 停止 停止这个 停止这个 分享吧 是不是 暂停 还是 好这个 看得见我吗 看得见我吗 可以可以 我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吧 5G跟4G 2G 3G 都是复杂的多 它原因就是 站点首先是密度大幅增加 同时它多天线 就是它原来传统测只是测信号覆盖 就是信号强度就行了 现在是角度公立谱了 在空间里面它是很多波数 它是在各个角度上 你要这个角度空间里面要画三格 它的角度分布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 工程师就搞不定了 原来只是比个标量 我就在这边把这个信号强度搞高了 我这个速率这个网络的体验就好了 现在不一样了 把C降下去了就行了 现在是整个的 是一个是一个使量了 这个怎么比啊 哪个好哪个坏 怎么调的是好 怎么调的是坏 所以传统的这个方式就不行了 要真的要建立数学模型 最难的就是预测 就是我说的这个sr account 实际上是 你给一组参数下去 原来都是传统的这么进行路测做的话 这个记号时又人财物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风险也高 对线网上它也不让你这么拼命换参数 所以呢 在计算机上做这个东西是必须要走的路 我当时跟他们说 你必须要做一个现实网络的这个仿证器 而这个仿证器目标就是要代替你路测 简单的就是我不是要做别的 我不是要做这个channel 这个estimation那些东西 我不是做这个东西 我是就是简单的 我产生的数据跟你路测数据一样 我这样的话有数据了 我就不同的参数下去 我就得到不同的数据 我就把这个统计性质收集起来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来预测我怎么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这条路 有几十个子模型 这个数学子模型在里面做 有的是黑核 有的是白核 有的是混合在一起的 等等吧 这条路就是复杂的很复杂 真的是很复杂 是是 有的是办法 就是有些东西还不能发表文章的 就是这些东西 我只能是把一些比较通用的一些东西 能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表表一下 而且我在这里 牛老师啊 我特别感谢 因为您的这个优秀的学生 那个正希 啊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这个 对对 他今天他他今天也在线 他就是 在我们清华原来基础科学班 就是数学基础科 基础科班 简称基础科班出身 对对对 好 那罗老师写下 起了关键作用 作用 那这个 那也是他的一个荣耀 他能跟罗老师学习 那是 那那罗老师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 我不知道 我就过一下 因为他问您刚才讲的速率的提升 是针对什么样的业务 是针对视频 还是针对语音 我相信你们可能没有碰业务吧 只是 没有没有碰业务 没有碰业务 就是这个问题就过了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呃 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可以问 就是深度学习解决优化问题 有什么优势吗 你今天可能没太太踏实 我没有哎 我没有踏实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做优化的 这个您愿意回答一下 深度学习解决优化问题 有什么优势吗 呃 呃 我觉得有一些 我看到一些这个进展 就是说有一些 又是它是可以提速 就是说 简单就是说 你有一个 呃 比如说你有一个模型 你想进行 它有好几种路线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 它就deep 叫什么 folding 叫什么的 就是unfolding 就把那个算法 它用一个神经网络的模拟 每一个参数 它算法里面有一些参数 它不知道怎么调比较好 它就是产生到数据 它有标签 如果你能自己产生标签的那种数据 很容易产生的话 你就啪啪啪先把这个先算好 然后到时候新来了一个什么的 真实的东西 你就套上去啪 用一下就完了 是这样的 等于是说 跟那个工程里面的查 当年的查表 那种相法也差不多 我觉得它是先做好的一个 可以加速 可以加速优化 对加速优化的这个 它就以后就是直接就扫一遍 就在这个神经网络上扫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要真正要解巨大的那种问题 什么traveling salesman 就是经典的优化的难题的话 我现在还没看到这个 真正的神经网络能够 原来这个数学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些 比较好的算 是 还有一个问题 谢谢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说5G现在将来核心网要支持 网络切片和虚拟化等等 这些想问一下罗老师 这个网络优化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吗 当然是 对 对这方面呢 我非常重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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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实际上我今天没讲这方面的内容 我现在接触的是他们网归网优这一块的 这个实际上是华为内部 就是我们成立这个这个实验室以后 他提出的需求是像排山倒海一样 真的是麻木过来 这个他们这个有这方面的需求 这个就是在这个FBB就是那个他那个就是一些 他那个一个业务啊 就是有一个团他就有这方面的需求 然后这方面呢 实际上国内像那个中科院那个刘亚峰那个博士 他就做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 然后国际上也有做计算机 Computer Networks这方面的领域的话 也不少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自己这方面也有兴趣 就是网络切片这方面 也用很多优化技术 对 好 谢谢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可能也不用回答 或者说应该他就问物理层和网络层哪个男 为什么选择做网络层而不是物理层 我想刚才你已经说了 你物理层做的很好 整个网络性能不一定好 所以说 你还愿意做comments一句吗 其实我本身原来都是做物理层搞的 最后我华为把我带的就吸引到这个网络层 他说你来挑战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我在我在美国的时候 当时那个我去加拿大去那个奥特巴 见到那个同文嘛 跟他们一起搞 说罗老师你做优化的 你去挑战一下这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 这个网络层级的这个优化问题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回国以后他们又找到我 这个时候我就才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 开始做这个事 当时我就是这个网络层级就是没有模型 对 你物理层级 你小块一小块有自己的单独的模型 把它搭起搭进步搭起来 而且有相同的这个理论 那网络层级啥都一摸黑 就是你不可能解麦克斯维方程 能来预测这个通讯的质量 这个信道怎么样 这是不可能的吧 对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看太多了 我想我可能一会要 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实中5G基站应该受到城市建筑等 几何结构影响 这在 这块在ISR康这里面是否有模拟 如何模拟 有有有有 有没有有有有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把数字地图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在现实 把它放进去 但是这个呢 有的有一定难度 不是所有所有的地方 他都让你飞无人机啊 或者有准确的数字地图 这个这方面 而且经常在变 你说一下 特别是中国 哗一下给你洗个高楼 哗一下又给你修一条路 你这咋着是吧 嗯 然后那个另外呢 就是这个 实际上我们我也说了 用 线网上 它的MR的数据 measurement records 它的这个数据 同时还有一些路测的数据 我们把这些数据 这里面已经反映了当时的 当地的通讯环境的一些 已经已经在这个数据里面反映了 所以我拿这个数据来挑 我的模型的时候 已经考虑到了 当地的当时的 当地的这个通讯环境了 嗯 嗯 是非凸的 就是这个刚刚又说 这个里面是非凸的 对 那 非常 对 对 那我想在这个聊天里面 我应该 这是应该最后一个我想不能再读了 后面那个 在这个 在 就是其他片上的就没法读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一下实际场景下信道特性对于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分布 您认为如何让模型适应不同的环境呢 如果到了新的环境模型是否需要重新收敛 需要是否需要重新收敛呢 啊 我们要用一些在地化的一些数据才能 才能 才能 才能那个体现 如果就是如果真的通讯环境变了 啊 那我就要拿新的要测一批啊 数据 但是我不是反复测 我不是变一组参数又去测一次啊 我就是搞一次我就行了 我就调我模型 然后我就可以用一正时间了 以后是这么这么一个工作模式 然后我的模型要根据当地通信环境的不断的变的时候 我希望以后就是我不断的要进行录测 或者现在这个情况下是要进行录测 或者是take那个measurement record 然后来calibrate我的这个system 这个这个sr account的这个模型 今后呢以后我希望我们的基站能够有感知的能力 有些这种能力加进去以后 它自动可以感知把这些数据自动踩上来 然后我们自动在后台就调我的模型了 这样的话我就我就可以 这个比如说他们 华为喜欢叫的叫网络自动驾驶 那自己以后自己自己调 对网络自动驾驶 这是一个最后的方向 所以他说这个可以走20年 这个方向 对对 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 老师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 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开启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大 那另外那个罗老师是在这样 就是在我们今天开放了这个平台呢 有大概有IT大咖说这个平台有6万多 新浪什么都是百度 总共约有16万8千人在困在建设 然后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您据说明您的这个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 16万多人 那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可能专业点 有一些不太专 我就我想跳过一些问题 有一个问 刚刚才有点像 就是说一个香港网友 就是他问 are there any implementation of deep learning into 5G parameters tuning 这个我想就是用 deep learning 做这个5G的parameter tuning 有没有实际的implementation 我有一些我刚刚说了 就有一些比如说我要模拟这个基站的机制啊 这个物理这个机制响应机制啊 我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式我怎么建 我因为我没法 我写数学公司没法写啊 我只是拿数据驱动的 这里面我就要用一些这个图声听网络啊 这些东西我都要用上了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预测 我的这个siner和这个这个这些这些input 就是比如说他RSRP的值我预测清楚了 通过s account 然后这个这个我的统计信道模型 预测出来以后 我导入一根的数学模型 预测他对应的这个干扰是多少啊 对应他的这个速率是多少 试验是多少等等吧 这里面也是没法直接写数学公式的 也要通过一些这个数据驱动的模型 对对对 这里面用的还是还有一部分是通过数据驱动的 肯定是的 好谢谢 那我再跳过一个最后一个哈 这个是一个黑龙江的网友 他问在网络优化的过程中 哪些网络诱导现象是需要优先解决的呢 我什么叫我也没太读懂哈对不起 他实际上是网络诱导现象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需要 我也我也听不懂 你也如果的话 那我们就跳过这个问题了 他不知道特指的是什么含义 那还有一些算法的复杂度 那我想大概就这些吧 那今天时间也是他 赞助你晚上时间他也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你 不好意思我赞助大家 那我把这舞台再教会给戴老师 哎呀 谢谢牛老师 这个今天晚上那个现象再听人数是接近18万 那个罗老师啊 又长了一些啊 上了一堂非常深重的优化课 你作为数学家 从我朴实的语言给我们讲成了优化 我代表这个国家研究中心非常感谢罗老师 啊 这个 祝罗老师 啊 愉快 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晚上的交流就大致结束好吗 谢谢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戴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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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老师啊 国家问题很多哎 没办法 啊 这个也没办法一再回答了 已经很晚了 已经很晚了 我看那个老师还在办公室呢 对对对 刘老师和戴老师都在办公室呢 对对对对 对对 大老师啊 谢谢谢谢 刘老师 再见再见 辛苦啊牛老师 谢谢谢谢 哪里哪里 辛苦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